女人一进门愣住了 屋里摆着灵堂 面前挂着前夫的遗像 秦怀如委屈坏了 但婆婆根本不讲理 不但让她滚出去 而且孩子也不能带走 秦怀如受不了了 把全院长辈都找来评理 可大伙一进门 灵堂不见了 只有婆婆得意的冷笑 可到了晚上 灵堂又出现了 我求求您了 我不该加成了吧 说话当真 当真 不许反悔 不反悔 你给我听好了 如若反悔 必遭报应 秦怀如已经认命了 可一次高烧住院 却迎来转机 傻助将计就计 让棒梗吓唬婆婆 她不怕花钱吗 你就说这回的钱 害了去了 好久害了 就能说 听见没有 棒梗回到家 哀声叹气往那移坐 把傻助的话加工了一下 太夫说 让她准备钱 得住院 那得多少钱呢 还得做什么手术 得一千呢 啊 婆婆哪有钱呢 当场就吓尿了 连医院都不敢去 傻助把秦怀如安顿好 转头就来 跟婆婆要钱 果然 婆婆松口了 不是我诚心拦着 不让你们俩人好 你说啊 怀如要是嫁了你 我算什么 你有没有替我想想啊 我替您想啦 老太太 我管您叫妈呀 什么 你叫什么 妈呀 叫归叫 那 那两码是啊 这么棒吧 从这月开始啊 我每月 再给您三块钱 算是我这当儿子的 我孝顶您的 老太太感动得一塌糊涂 果然还是钱好使 可刚摆平老的 小的又出事了 二大爷三大爷家的小儿子 把棒梗绑起来 脖子上挂了一双破鞋 大家听好了 这小子叫甲梗 小名棒梗 知道他妈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破鞋 而且 他马上就有一个后话 这后话 就是他妈搞不鞋搞来的 名字叫杀猪 杀猪 不说 杀猪 棒梗失踪了 整个大院全部出动 终于在车间里找到他 但结果却是 这下婚事又垂了 杀猪把这俩小子收拾一顿 得知始作俑者又是许大帽 这回可得好好收拾他了 这人正琢磨一件大事 要收拾许大帽 刘兰带来了好消息 傻猪心里门清 这种信再多都没用 不如揍一顿解析 但刘兰还有话说 傻猪没听进去 但徒弟却觉得有道理 傻猪一琢磨 可行 回头就来套路陈秘书 陈秘书立马变怜 这可都是机密啊 随便找了份不重要的文件 给他瞅了一眼 但他不知道傻猪要看的不是内容 而是门道 从陈秘书那儿套完话 鬼点子就来了 回到厂里就请李主任吃饭 有意无意往许大帽身上车 你越不说李主任越好奇 跟刘兰一唱一鹤套话 傻猪顺势提到红头文件 红头文件 成批件 上有仨字叫成批件 底下这分两半 一半有字 一半没字 有字这是文件内容 没字得干什么事知道吗 这是给领导批示用的 领导批示不是写字 画圈 李主任一听 说的一点没错 继续套话 傻猪假装上当 说红头文件提到了厂里的事 李主任来了精神 可傻猪又不说了 于是给刘兰使了个眼色 假装上厕所 刘兰心领神会假装好奇 傻猪继续装傻下套 赶紧离开这人 要出事 真的假的呀 你看 我问你 下边这场是谁的 你知道吗 徐大茂的 人家上升下下 没闲着 一直在运动 你知道吗 你文件上写着呢 都是他的事 贪污 受贿 都是徐大茂给递出去的 李主任吓坏了 大半夜就紧急开会 拿了一堆结发信 把徐大茂给办了 但是一晃八年过去 半个人的心结 依旧没有解开 而徐大茂两口子 又要作妖了 这俩人正琢磨 帮外甥找工作 但是目的不纯 你说傻猪指望不上他 咱俩要是能指望的上他 是不是也算我姐 给咱俩培养一大儿子呀 有道理 培养一个傻猪的对立面 和乐而不为呀 但凡是跟傻猪作对 徐大茂啥都能干 半个人正规工作发愁 就瞒着一家人去了电影院 但很快就引来全家的不满 你跟你们领导说啊 这工作咱不要了 不能在这跟徐大茂学了 学不出好嘞 我学的是放电影 又不是学做人 妈你太自私了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 耽误你儿子前途吧 几句话直戳内心 秦怀如两头为难 躲在车间纠结 但这儿子有些过分了 亲妈不见了 他却心安理得 一般这种情况 为人父母都会选择妥协 秦怀如为了儿子 决定牺牲自己 傻助没想到 八年的忍让坚守 最终竟换来这番话 满心的悲愤 一时无处发泄 这本《难念的经》还没读完 一场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 就波及到了四合院 一大爷赶紧组织大伙 搭建临时防震棚 可三大爷正安排集体开火 临了一场大雨的亲儿子 就来拆家了 钱院让人得拆了 三大爷无地自容 只能带人投靠中院 结果被傻助一通数落 说归说 人还是得留下 但一个地震棚根本住不过来 只能找后院许大帽 谁知 棒梗抓起板砖就要报仇 幸好有秦怀如拦着 地震总算熬过去了 可棒梗又惹事了 欢迎关注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说